葛家祖上习得古法炸鸡 炸八块祭法 乾隆年间 炸八块升级为卓八块 成为玉宴菜片 葛氏后人机缘巧合得到秘方 后移民林渝县 将各种秘方加以改进 独创林渝炸鸡 名震当地 今天星期一带您吃炸鸡 欢迎收看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餐店节目 说这素材少 但转眼就发现了新店 就是这个林渝炸鸡 对吧 这是河北的炸鸡开到北京来了 到底怎么样 不知道 咱买完尝一尝 Let's go 我们已经买完了 买完回车里了 好久没在车里录了 鸣谢一下适用小妹 对吧 因为好久没在车里录了 所以忘了拿架子了 适用小妹全程手举摄像机 看看今天买的 今天这家叫做林渝炸鸡 我开始以为是山西的 没想到是河北的 也是河北那边比较有名的一个牌子 开到这边来的 加盟店 我先看我最感兴趣的那边 这个里头是他们鲫鱼炸鸡里的炸鸡柳 就感觉起来有点像蒜香排骨那个意思 然后看这种就是一看就是鸡胸 好吧 那我再拿一瓶 这种看着就是鸡胸肉 然后还挺嫩的看着 不知道水嫩多不多 闻起来就是面香味加五香粉的味儿 剩下的自然的跟辣椒面是后加的 尝一尝 比我想象的好吃 虽然面糊不多 但是炸的真的很嫩 就整个这个鸡肉里头也是有味道的 还真挺好吃的 还是在门口还胖着粉丝 还是个美女粉丝 所以你知道你们看我的视频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地道中国味传承200年 位于河北省秦王岛市海港区 那不就跟我们那天吃那个什么京小妞义姜吗 也是乔党那 这个叫做豆皮卷 这应该是豆腐做的 豆腐里头有馅 这也是他们家说卖的最火的东西 这好像就是香肠里头带着馅 哇塞 它自己做的馅 它这里头是做的馅 里头还有粉丝 外边是那种鸡肉肠的感觉 然后里头加的是肉馅 肉馅里头有胡萝卜有粉丝 哇塞 这也真你要知道 看没有鱼肉肠的香味 哇 这才来啊 兴乾隆二年 1737年建榆林县 至今又近300年那一时 葛家祖上习得古法炸鸡 炸八块祭法 乾隆年间 炸八块升级为啄八块 成为玉宴菜片 葛氏后人机缘巧合得到秘方 后移民林渔县 将各种秘方加以改进 独创临鱼炸鸡 名震当地 头两项都很好吃 这不都是相对来说有点贵 六块钱一个 反正我觉得小汉炸鸡那好像五块钱一个了 尝一尝 哇 就主要还是他们家这个腌料确实厉害 非常嫩 我这进味 整个鸡肉都有味 但是这个确实我感觉 有点腻 不如炸鸡肉好吃 这个跟我们录那个京小妞应该差不多 就热的时候超级好吃 然后凉了就差点意思 有点腻 炸鸡价 其实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跟京小妞这个还不一样 这家基本上所有的炸鸡都是用的一个料 可别撒车了 就这个鸡架的相对来说比较一奔 面壳没问题 酥脆 而且很香 但是整个这个肉 我吃到有一点点那个鸡肉的香味 没处理好 不像鸡柳似的 纯都是那个肉的香味 但是这个酥脆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总评一下 今天这叫淋浴炸鸡 也是小妞那边过来的品牌 在北京已经有三家店了 这是朝阳大跃城店 然后鸡肉确实有它厉害的地方 它腌制的都非常入味 它不像那种北京的美式炸鸡 鸡腿里头的味道没那么重 但是它这个真的腌厚了 所以整个鸡肉里头的味道都很好 但是也有它的问题 它是裹着面护炸的 所以凉了以后会比较腻 如果来吃的话 尽量刚炸好的时候来买 或者看它炸好什么买什么 然后最好吃的豆腐酒 炸鸡肉这都超级厉害 然后鸡腿也不错 鸡架子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吃到真的是吃到了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鸡肉的腥味 我觉得也可能就是个别情况 所以这家真的还不错 在这附近绝对值得尝一尝 而且这附近真的好吃的特多 就首先不说大跃城 隔壁就是张鸡拉面 还有财鸡铁锅炖 买个炸鸡再来碗拉面 我觉得应该也不错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 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 我是许大洋 咱们下周一见 拜拜 谢谢 看我的真的有美女粉丝 所以你们看我的 要多多加油 所以你们关注我的这些男粉丝 还是要多多加油的 拜拜 我是新年初我给你举 让你的谈论美女粉丝 你怎么这么 我是让我的粉丝 让我的男粉丝加个油 好 我 谢谢大家